迎接端午佳节 新城乡公所21号是在北埔国小举办了 众业飘香庆端午的活动 县长徐真伟、新城乡长何礼台 以及县议员郑宝秀徐光明都到场和乡亲们同乐 活动的现场是众业飘香 县长徐真伟一到场也展现了亲民的魅力 和乡亲们一一的关怀致意 带着和循笑容预祝所有的乡亲 端午佳节快乐 为了欢迎端午佳节 新城乡公所21号在北埔国小举办 众业飘香清端午活动 县长徐真伟、县长何礼台 县议员邱光明、珍宝秀 县年相伟队会主席陈秀琳 都到现场和夏天一起同乐 活动现场众业飘香 徐真伟到场展现亲和魅力 以县长相亲老大人足以关怀之意 同时也祝福相亲端午佳节快乐 在新城乡公所及相伟之下 举办一系列端午佳节应勤活动 包括舞众表演、包众比赛、立端大赛 参赛者使出缓身结束 获得累累掌声 现在许中也展现好手艺 地多的将一颗颗种子绑的灵脚分明 许多参赛妈妈们则是包众达人 各路战场现场双手灵巧 绑出粽子扎实相当好看 新城乡公所表示 端午节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 很跨不同世代的分工合作 包出酝酿温暖的粽子也象征中华民国传统文化 精髓代代传承也免不朽 新城乡长和立台代表会主席陈俊表示 对中华固有文化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视 受到疫情的影响人数有加以控制在规定之内 不过大家还是相当的开心 一年三大节日的端午节即将来临 新城乡公所启办这样有意义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 这样公部门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 让这样的文化仔细传细下去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 集办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东午节的活动 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人数稍微缩减了一下 大概是一百九大概一百五百位 包括贵宾加起来大概是有六百个位 远不如去年大概一十一千两百位的相亲来参加 因为场地的关系还有疫情的关系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办理 那为鼓励我们的乡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坚持 一定要坚持到 比起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承 共所有必要再持续来推广下去 端午节是我们中国人每年后三大节日之一 那在以前呢家家户户都会有众业飘香 但是因为现在人因为非常忙碌都很少自己抱肉种 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一项文化传统一定要一直秉持传承下去 让我们后代子子甚甚都记得端午节的由来 以及这个文化传统的手艺 让大家都能够吃到自己亲手包的种植 相当可立台长期关怀长者以及幼童福利 积极增涉新城老人运动器材 让依法族火弱身心健康夹巴黎 相当可立台也积极规划共同特色公园 为海童自由平等等游戏的空间 维护不同孩子参与以及游戏内的权益 欢迎先生我持续与新人相公所携手合作 提升生活环境品质增进鲜美的福祉 记得绝望一行小伙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